郭重來自行! 謝謝主席 我覺得今天的討論的申辦權法的修訂 根本是一個打核言論自由的方法 不過在打核之前 也謝謝各位官員做一下功課 了解什麼是創作 這個金毛湯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忌廉雞糖 但我不相信大家熟食它的原因 是大家都喝過 但大家為何會這麼熟食呢 是因為這個 這個Handy Walker先生 是重新用它去創作 將藝術的生命再賦予給這個品牌 令它成為一個家傳戶曉的品牌和產品 另外 我手上這個毛澤東的肖像 我相信 連陳主席都不會用錢去買回家 但在2006年 香港商人劉聯雄先生 用1.3億去買回這個肖像 這個足以證明再創作的重要性 是重新將藝術 賦予生命給這個產品 或者這個藝術品 往安的成就 是出人意表的 另外 另外 從以上兩個事例來說 Andy Walker 告訴我們 就是重複創作 正正是一個不可以握殺的藝術表達方式的自由 另外我想說 我都很不恥去投共口的所作所謂 但我必須即場示範 甚麼是重複再重創 就是 撤會offer delay no more 好 我會是這麼多主席 好